所以沒有談過戀愛呢 還是要多請教請教我 奶奶走 思辰 你說你 才結婚幾天啊 你又跑去書房睡了 你怎麼不考慮考慮人家希希呢 這個孩子真是 吃什麼 我把書錄下來了 到時候睡不著可以聽 我已經原諒你走 奶奶吃飽了 早安 拜拜 奶奶 我也先走了 老太太 他們小兩口是不是鬧别扭呢 我看尹先生昨天在書房裡睡了一夜 子媽 你今天去找個鎖匠回來 家裡的門沒有鎖壞的呀 不是開鎖 是上鎖 今天上午八點 你跟公司的董事會 有一場慈善籃球賽 要在那裡討論 下一季的公司營銷走向 中午的十二點 你跟金森的張金蘭 有一個午餐會 晚上的七點 你要去 陈希薇小姐的新公司 我讓你查的事呢 趙澤剛的資料 她最近經濟狀態好像不太好 欠了不少錢 看來她還會有別的動作 你說顧熙熙會不會太蠢 再被趙澤剛騙 顧小姐就是蠢 也沒有你想的那麼蠢 我已經安排好了 每天都有人二十四小時 保護顧小姐 盯著趙澤剛 你不用擔心 誰擔心她了 我就是怕她智商忽高忽低的 給我惹麻煩 哦 還工不工作了 真相 護送還有一千多久 銷量也挺好的呢 這次新片 希薇 今晚想約你見個面 趙澤剛 這個死渣男 她有臉約你 她要幹嘛 現在約我 額錢的呗 走 哎呀 幹嘛呀 報警去 我要把這個渣男 詐騙犯送你監獄 氣死我了 我們現在報警 我們有證據嗎 那怎麼辦 我覺得 得去見她一面 不然這事就沒完沒了了 我得把這事解決了吧 嗯 小雅 以防萬一的話 到時候我去見她 你就把車開到離那個地方 一公里的地方你停下 然後又有什麼危險 你就趕緊過來救我 為什麼約在這兒 這裡人少 你也不想再被拍了 說吧 什麼小型 兩百萬 不過分吧 只要你給我兩百萬 我就不會把你的照片發出去 你可以繼續做你的影夫人 也不會給尹思辰惹來麻煩 喂 尹思辰 你快點去救顧希希吧 希希可能出事了 我車拋忙了 所以說 你昨天把我約到那裡 還特意照了照片 就是為了想要找我勒索兩百萬 不然呢 你不會真的自作多情地以為 我還對你餘情為了嗎 是你自作多情 我不答應 顧希希你是想要我把照片發出去嗎 隨便你 想發就繼續發啊 我先走了 抱著放了什麼 你 你 還給我 錄音了 沒有 你 顧希希你把錄音筆給我 顧希希你把錄音筆給我 顧希希 你把錄音筆給我 顧希希 最後一次機會 顧希希 錄音筆給不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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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動我女人的代價 你 怎麼樣 沒事吧 你 嚇死我了 幸好思辰就在附近 來 走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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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去解決 因為我們想來需要彼此的光和熱 趕快 趕快 守護著 一切交給我 化為滿天星河 在我的夜空 永不墜落 你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那裡 就是 碰巧而已嗎 你膽子也太大了 還敢去見他 他手上有對你不利的照片 他要發出去怎麼辦 你說你是勇敢 還是傻 對不起啊 不過我真沒有想到他真的會動手 人心還是很險惡的 不過你還不算太笨 還知道陸已經留下證據 讓林小雅過去接你 要不是他半路上車突然壞了 這個計劃還不錯 我還是太笨了 我問的話 當初怎麼會喜歡上他啊 感情上確實不怎麼聰明 你應該慶幸及時和他分手 以後 不要隨意付出自己的感情 我也不想啊 但是感情這種東西 你沒法控制啊 喜歡就是喜歡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越喜歡 越容易失去 不喜歡 就不會嘗試到失去的痛苦 你沒有談過戀愛吧 誰說沒有 那你來說一說 談戀愛是什麼感覺啊 戀愛 戀愛 戀愛就是當你靠近一個人的時候 你的大腦某些區域會變得異常活躍 腎上線索大量的分泌 你會心跳加速 手心出汗 臉上 你的臉上 你會心跳嗎 怎麼看 你有臉出骨心跳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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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啊 按照理论来说 人呢 只要和异性靠近 因为人在和异性 有着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大脑都会分泌多巴胺 这是一种 本能 和恋爱无关 还有啊 你说什么不喜欢 就不失去这套理论 根本就不成立 所以没有谈过恋爱呢 还是要多请教请教我 好